我们爱自己的祖宗 也爱别人的祖宗 那我们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 几千年来 现在我们的这个信族啊 从前是百家姓啊 我都不晓得 我以为中国信誓顶多 两三千就不得了了 没有想到的时候 两万两千多啊 这包括这个 两万两千多这个信誓 有这么多信誓 所以这个国家的大团结 这世界上没有的 这么多这个族群呢 这一个族信就是一个族群 这么多族群 结合成一个一个一个国家 那么都融入在爱的这个教育当中 你说这个是多了不起的事情 以前老听百家姓 我还以为只有一百 对对对 百家姓有四百多个姓 四百多个姓 但是我总是没想到这么多 所以回到中国来之后 他们有一个信 专门研究姓氏的 有几位教授 专门搞这个东西 出了一本姓氏大字典 我买了一本的时候 一看的时候 一万两千多 那结果我就 我就问他们 他们说不止 现在还在收集 他说总数应该是两万 听说现在已经 已经重新订阵了 这个新的书快出来了 所以总共是有两万 两万两千多 非常了不起 这个在全世界那是 所以现在人家值得骄傲的 所以中国是个大家庭 大家庭 真是了不起 这是非常了不起 所以这个祭祀 所以我们今天建先祖纪念堂 那么中国这个祠堂 现在是没有了 所以一个变化了 就是这个革新 一个革新的时候 必定有一个新的建树 旧的 这个我们写起了 有一个新的 新的一定比旧的好 旧的是每一家都一次 那我们新的时候 我们一个县市 一个纪念堂 所有的祖先 统统都在这个里面 虽然有伴 很多人在一起 这个是这个象征着 民族大团结 民族大团结 是从前一家一家的 是现在我们民族大团结 所以这个祭祀 我那个时候想的时候 我想了好几个月 就搞这个祠堂了 最初我想的是 就是百姓 这个百姓宗祠 就不是某一家宗祠了 中华民族背信宗祠 原先是想这个 想这个土地面积也很大 里面规墓也很大 那人家说 每一页家 至少有一个房间 那这是两万多个族群 就是有两万多个房间了 一个房间就是一家厕堂 这是里面供的 你们当然祖宗 最大总牌位了 这是一个祖宗 然后你们这一个信族的 列带的是伟人 都可以共牌位 一看的时候 我们家里过去出这么多人 这很有意义 对 对 对